陳水扁弊案纏身的時候 民進黨要決定 誰是總統候選人 陳水扁是欽定要蘇貞昌接班 那時候謝長廷 當然就是權力的阻攔 然後吵得非常的兇 我一直不曉得為什麼 為什麼陳水扁在那個節骨眼 他安排他的海外這麼多錢的時候 你來做總統候選人 當然是一搏 因為那時候馬英九如日冬天 我不曉得 但是剛剛主席 你提到蘇貞昌跟蔡總統也好 跟謝唐靖那些 我不是很能夠諒解這樣的人 難道你有2008年的報紙 沒有 我有去年的蘇貞昌講的話 他批評侯友宜 他說侯友宜像耳琴 耳琴這個大家就要追劇才知道 耳琴必須死 蘇貞昌去罵 嚴洗攻略 對 在選舉的時候 他批評侯友宜像耳琴 後來馬英九總統在 馬錫會三週年的時候 不排斥統一之後 他又罵馬英九 馬英九也像耳琴 所以馬英九就像侯友宜 侯友宜就像馬英九 一根手指頭在指別人之後 四根手指頭在指自己 請問誰比較像耳琴 你當初是怎麼罵謝長廷的 然後你跑去當謝長廷的搭檔 你當初是怎麼給蔡總統臉色的 你現在跑去當那個行政院長 所以我對他評價非常的低 剛剛賴教授說他的眼睛 他眼睛非常的爛 而且他選舉的戰績也超爛 請大家看 2008年選副總統有贏嗎 他有當選嗎 2010選台北市長有贏嗎 2018剛選完的新北市長有贏嗎 他是衝衝衝 他是敗敗敗 連三敗 三連敗 是多厲害 不厲害 我拿這個報紙給大家看 這個是前幾天的報紙 你破壞了我們皇城內的和諧 真的嗎 我是誰 我是元春旺嗎 應該不是 你看這個 這是自有其他報紙 從唐飛院長 就阿扁總統到馬總統 到現在的賴慈敗 我跟立文的看法剛好相瞞 就是說我其實沒有那麼的樂觀 你看看這一排的行政院長 哪一個當初上台的時候 不是意氣風發 哪一個不是 怎麼又怎麼好像很厲害 每個都有一套的什麼政見 政策什麼 可是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最後的下場 這個我就不要再追劇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今天蘇貞昌 他給蔡總統穿小鞋 他說他自詩丘吉爾 他說丘吉爾獲得英國女王 最大的信任跟支持 這話講給誰聽 蔡英文 當然講給蔡英文聽 他給人英皇 英皇 對 蔡總統你也要給他好好做 你要給他信任跟支持 你現在話說到這麼白 總統府裡面公開這樣講 誰聽不懂 蔡英文一定聽得懂 你現在什麼意思 你是丘吉爾 我是英國女王 你是要架空 因為英國是內閣 首相制 你意思叫我不要吵架 女王只是精神領袖 對 女王是國家的象徵 一個精神領袖 所以蘇貞昌講那麼白 所以我不看好他能幹什麼 你看蔡總統最近變成網紅 撿道槍 辣台妹 觀眾朋友我自首 我還跑去搜尋 因為昨天你去問沈大老 我說我也看不懂 什麼叫做撿道槍 然後今天有辣台妹 你看蔡總統現在在現場 你就知道蘇貞昌其實很難做 我最後的結論 今天是1月11 2019的1月11 這個換行政院長 我去看那個刑事令 2020的1月11可能是投票日 是第二個禮拜六 剛好一年 剛好一年 對 所以明年的時間 搞不好去投票日了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讓蘇貞昌跟蔡英文去鬥 我希望 我希望蘇貞昌既然已經做了 就好好的做 當然我這是廢話 我不太希望這樣的一個模式 能夠重新組成我的結論 我希望2020的總統候選人 請你告訴我 你的梁政策是什麼 我們今天沒討論梁政策 請你告訴我 如果你當選 你的行政院長是誰 我不要你把影子內閣 談談那二三十個太多了 你只要告訴我 如果我當選總統 因為我會知道你的副總統是誰 我還想知道你的行政院長是誰 連頗老矣 尚能犯否 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蘇貞昌當年跟現在不一樣了 剛剛會員哥講說 明年今天就是可能要決定 應該是 因為第二個禮拜六 是非常可能的 大家知道總統上任都是520 每一年你看2012 2016 然後現在2020就選舉 可是2011的520也很重要 因為2011年那一天的520 在民進黨內 以歇為民調贏過蘇貞昌川的蔡英文 他興致匆匆的跑到電火球的 匆匆的辦公室去 因為這個黨的團結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關鍵的時刻 我們非常需要 那麼蘇院長給我們 非常主要的幫忙跟徵詢 一定會有最重要的工作 好 主席 請問那是什麼工作 你就說了吧 是什麼樣的工作 要叫我做什麼工作 你就派了吧 連續問9次的那一天 握手以後 旁邊有講說攝影師他會講說 主席這邊再來一次對不對 再握一次 主席不是很不喜歡表演嗎 還要再演一次嗎 各自回到座位上 就是那一天 種下了所謂的蔬菜心結的 大家看到了 可是更往前走 2006年4月23號 蘇貞昌第一次當行政院長 那時候的治安不是那麼好 那時候的刑事局長是侯友宜 他也沒有當上署長 他早上立法院有一個 內政委會請他去備詢 他沒有去請假 還被國民黨的立委發了聲明譴責 下午2點鐘 行政院院治安會報準時做好 第一個點名 副院長在哪裡 蔡副院長為什麼沒有來 沒人敢回答 為什麼 居然治安會報沒有來 就怕有人講說去中常會 世貿林部長在哪裡 一個一個點名 這就是蘇貞昌 有一次他開車 不是他開 他不開車 他後來才開車 治軍非常嚴謹 他就是蘇班長 庫立 開車開到一個紅磚道 大家知道紅磚道有個高 大概是15公分對不對 車子開到那邊以後他下車 他一看 門甩起來 一隻腳往前一踹 沒有靠近到可以直接下去 你再一次 再來一次 嚇死就嚇死 蘇貞昌是庫立 他的電火球是非常有爆炸 年輕人打橄欖球 來就給你撞開 直接來的 蘇貞昌就是這樣的一個蘇貞昌 當時還有一個ETC的案子 那時候是交通部長郭瑤琦 他因為不滿直接開會之後 那就換掉郭瑤琦 是蔡英文保住郭瑤琦 他們兩個之間 過去是長官跟部署 後來已經不是長官跟部署 變成競爭關係 而現在 現在我剛剛講老記福利 又變成長官跟部署 蘇貞昌 我剛剛其實前一段 有特別講 顛倒過來 不一樣 這跟我在談王議院長也一樣 當大家都以為 他還要在當立法院長的時候 不要忘記 年紀會改變一個人的心態 王院長他也覺得說 我當了那麼久的立法院長了 我還去再當立法院長做什麼 蘇貞昌他也已經 我已經把保安大帝 我也報告了 後來也那個 然後這次選舉也說 我不會入閣了 然後有阻隔了 這麼多來來去去 台北市跟新北市 兩次的選舉 你不要以為對他不傷 可是他很厲害 橄欖球每一次被touchdown 打陣以後 我還要再拿起球 我繼續往前衝 全身瘀傷 我還是要打陣 所以當這個最後的機會來了 我剛剛有講 即使是被近乎羞辱式的 我又沒有徵詢他 他答應什麼 他都還是今天非常 完全沒有隔閡跟界定 要去當他的電火熊 所以不要小開他的戰鬥力 我還是剛剛講的那句話 敗選之後連續四天 大家去查 1124之後25是禮拜天 從1126開始連續四天 新北市 我相信世維在這邊 他一定非常清楚 那個其實隱約感覺不簡單 他去坐吉普車 在整個新北市連續掃四天 正好在下雨 他還是穿著雨衣 在上面跟大家揮手 我看到好幾個民進黨支撤 是在路邊哭著等他 他車子開到路邊 又主機說你在這裡 所以那一刻我就知道 他已經準備好了 我知道賴清德會走 我必須有一個保險 但是這個保險是保到什麼程度 保到當年他把他洗臉 可是現在我把他洗臉 他還不會避免 所以現在的蔡英文跟蘇恩昌 我現在在沈喉龍跟大家講 因為接下來大家在討論 絕對超乎疊破國民黨眼鏡 以為又是過去賴清德跟蔡英文 在那邊回洋談話 不管蔡英文講什麼 蘇恩昌挺到底 不管蘇恩昌做什麼 蔡英文全部照他 對你講這個心機這麼深 跟噁情有拚 對 噁情必須死 噁情是侯有餘 結果就壞了 今天我的意思是說 戰鬥內閣已經成行 我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副院長在哪裡 司部長為什麼沒有來 去點名的那個過程當中 這個蘇恩昌 他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治軍之言 我們這一陣子討論你來 豬瘟 蛋 有的沒有的 都快要解決了 對 行政團隊就是 羅斯丁沒有上警 我相信像堅哥這樣 他身為中外民進黨的黨員 他會覺得對黨有期待 但是有點失望 蘇恩昌來 他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我剛剛提到的 賴清德做得太好 小英晚上會睡不著 可是蘇恩昌做得好 我就笑出來 因為我就越有力量了 所以接下來的蘇恩昌 跟蔡英文的這個過程 剛剛我們看到這幾個 即使連阿扁都加碼 插刀 蘇恩昌兩次叫我不要 讓蔡英文繼續當副院長 可是那都已經13年前的事情 今天的賴清德跟蘇恩 還有蔡英文 狀況已經不同了 所以如果這個氣勢夠強 蔡英文他很聰明 所以我說蔡英文的1.24 跟1.24之後 完全是兩個人 他啟動網紅模式 他 蔡英文現在撿到槍了 蔡英文現在目前 你說撿到蘇珊昌這把槍嗎 不是 他現在撿到好幾把槍 劍神 殺神 劍佛 殺佛 網紅模式 競選模式 聯美抗中模式 蘇珊昌也來了 靠著他的橄欖球的電火球 直接把他前面的所有 全部都很少 我跟韋漢抬槓一句就好 如果蘇貞昌照你講的 把那些問題都解決了 我請問你那賴清德怎麼辦 原來是我不行 手情雙起來 事情都該什麼豬瘟什麼蛋 通通解決了 賴清德你就謝謝收看 所以就沒有蔡賴片 就是蔡蘇貝 就是這樣 可是如果你們把蘇珊昌 講得這麼神 這麼神的一個人 他為什麼不自己跳出來選 民意黨就2020改蘇珊昌選 不就贏了嗎 當時叫蘇珊昌 不是叫蔡英文就沒事了 容小弟的補充一句就好了 孫昌哥 你很喜歡蔡英文 不是 時間會證明我講是對還是不對的 就是時間會證明這一切 因為蘇珊昌他此刻 他在這個去 我剛剛講去卸票之後 他一定 我這樣講一定 他一定清楚明白的跟蔡英文講 我既不會選總統 也不會去想要爭取當副總統 我就是當行政院長 而且他還有一個女的叫蘇喬惠 所以其實基本上蘇喬惠 現在是新北市的立委 未來有一天 還有可能想要挑戰新北市的市長 當然後有儀四年或八年 這星期太深了 不決這麼遠 我自己報告 政地是這樣 當我還在想 我有可能要選總統的時候 蔡英文是不會把權力放給我 也要為張宏露跟吳秉 對 他有子弟兵在 可是問題蘇珊昌說了 絕步絕步 絕步的事情也很多 絕步之後難道不會變成 所以秀琳姐 這就是會有人去挑 如果蘇珊昌做得很好的時候 就會有人想說他會不會出來 所以蘇珊昌跟蔡英文之間 互信就建議在你相不相信 賴清德的壯大會影響到你的未來 你相不相信蘇珊做得好 不會影響到你的未來 就是他們兩個互信 現在互信看起來是夠的 如果未來蘇珊昌起來以後 他不斷的跟蔡英文書成就是 我拚 我好 你放心 要必須要有這樣子的一個默契